哈囉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阿宅新聞網 我是銀秀 給我五分鐘給你網路全世界 今天要帶您討論的主題就是最近 鄉民網友都在熱烈討論義憤填養 日本要爭釣魚台主權 馬總統呢 我們台灣的馬總統 也決定要去視察來宣誓囉 我們今天呢 非常高興請到資深媒體人 靜平哥來參與討論 靜平哥 你好 銀秀好 觀眾朋友 大丸 因為只關心到我們台灣主權面子問題 而馬總統呢 就在明天馬上就要登到 不是釣魚台 它是要去彭家宇對面的小島 去宣誓主權 而且還包括空軍F16戰機啊 還有那個什麼 包括那個海軍168艦隊 通通都要來 你看 這個就是釣魚台島嶼喔 不過其實呢 整個這樣子遙望之下呢 大家都說了 其實之前也有保釣人士 也是帶著國旗去進行一個行動 那其實大家都想問 為什麼台灣要 大陸要 包括日本也要針 它是難道有什麼經營保障在上頭呢 釣魚台其實在1969年上個世紀 附近的相關海域 它發現這個石油 蘊藏海底裡面有大量的石油油氣跟這個 天然氣的大量豐富的戰略資源之前 其實是沒有那麼多人想要搶的 但是呢 因為釣魚台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面積 你看 馬英九總統這一次 明天他要到的這個彭嘉宇呢 它距離釣魚台只有140公里 非常的近 但是釣魚台這個 看起來像彈丸之地 它只有6.34平方公里 它大概是宜蘭龜山島這個2.23倍大左右 兩個龜山島這麼大 那裡面呢 它是蘊藏了 我剛剛講的 油藏的千億桶 還有豐富的天然氣 甚至呢 它的漁產豐富 過去很多台灣的漁民 東北部啊 都會跑到彭嘉宇 甚至釣魚台附近來做一個漁獲的 一個打撈的 捕撈的作業 所以釣魚台對台灣漁民來說非常的重要 但對於台灣 中國大陸 乃至於日本 都基於這一片海域 海底下大量的戰略油氣田 還有天然氣 基於說這邊的那個天然氣 有藏有 至少可以讓日本能夠用不完73億噸的這個油氣 然後呢 可以讓日本使用100年 消耗日本 可以讓日本消耗100年 甚至裡面有1300年的這個猛 可以讓它用 要哭 用不完 哭可以作為核子彈的其中一個原料之一 甚至320年的猛 然後100年的這個天然氣 所以你看對日本來說 這個地方有多重要 所以現在大家搶著兇 所以馬英九到彭嘉宇這邊 也是宣誓說釣魚台是中華民國 是我們台灣的疆域 墓地也是在此 絕不能拱手讓給日本人 是 哇 這麼重要的地理位置 戰略位置 還有豐富的天然資源 難怪大家都搶著當這個孩子的爹 不過呢 其實大家都說這個地方真的是有三頭六倍嗎 很多網友就在說 也在網路上進行討論 靳平哥 你怎麼看 其實很多網友其實很酷手 因為我們剛剛給大家看了說 釣魚台跟彭嘉宇之間距離140公里 事實上馬英九總統他搭飛機搭船 透過海軍168艦隊跟131艦隊還有4架F16戰機 保護大家登上彭嘉宇 就是台灣這邊的 那一道牆就好像日本的圍牆 有人就笑說 馬英九總統好像要登上那個圍牆 去看我們的土地在那個日本人的國土裡面 他的海洋裡面的一個釣魚台一樣 所以就有網友說 那這樣我也可以啊 我來鍵盤巡視釣魚台一下 我用照片上看 那也有人說 馬總統你到釣魚台那附近 你會有臉書打卡嗎 很抱歉 可能臉書上面都沒有這個坐標 所以很多網友發揮他的酷手 甚至有些網友跟著講得很酸 就像是屋子被打拍之後 還自言自語地講說 在我心中他永遠是我的房子 這個真的是講得很酸 修釣魚台 網友還有這個酷手馬英九總統 因為之前我們的政府政策 他說 記得來台灣實價登陸 預期記得送一張3萬塊法環給日本政府 還有記得兩年內在出售要繳奢侈稅 中華民國鏡上 這完完全全是在約於馬英九總統 那不論怎麼樣 馬英九總統與中華民國元首 三軍統帥之姿登上了彭家宇 彭家宇現在是我們台灣中華民國的 最東北端 他跟棉花宇和這個花瓶宇 合成北方三小島 那是在離基隆大概只有56公里的地方 算是真的離釣魚很近 喜歡釣魚 喜歡魚釣 或者是到那個海上去賭賽哥的朋友 都知道會到彭家宇那經過在那邊 所以很多人就說 我花一點錢到那邊釣魚 花一點錢到那邊釣魚 都看得到釣魚台 過去不管是兩岸三地 甚至日本 都曾經先後登上釣魚台插旗過 那台灣更先了 台灣直接把釣魚台 歸入為宜蘭縣政府 投城政公所管轄之下 郵遞區號叫做290 他的那個電話號碼 我們不是都有台北市02嗎 新北市02 他的電話就是03開頭 跟宜蘭一模一樣 可是根本是無人島 就是無人島 過去曾經早期台灣我們有餐廳業者 甚至突發奇想說有叫釣魚台 需要送外賣的話 可以送到釣魚台 有這個餐廳的那個措施 可以送外賣 當然這是一種噱頭 很抱歉 過去有很多來自兩岸三地 世界各地送到釣魚台 要署名給釣魚台信 其實都堆在宜蘭縣的郵局裡面 沒錯真的是 剪不斷你還亂的三角糾葛 我們今天再要感謝靜蘭哥 來到現場跟我們分享 這麼詳盡的知識 我們也看到很多網友 很愛台灣 在網路上發表了很多言論 也請您持續鎖定我們的阿宅新聞網 任何問題 歡迎上銀秀的臉書來留言囉 我們下回見 拜拜